第四季节目 张先生 走走 这次满洲二号行动非常成功啊 成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明天我准备引擎大家 是啊 这次除了有少数罗网之余 我们摧毁了地下组织的主要力量 这次行动嘛 你和苏先生俩人功不可没 我已经建议市政厅 准备加强你们二位 苏先生嘛 兼建训副市长 你们 也将容身为警察厅副厅长了 谢谢您的栽培 请请请请请 那了 你把咱们到外哪个家的钥匙给我吧 好像时间没回去了 我得回去拿本书 你自己的钥匙呢 我也不知道放哪儿了 也可能在办公室里吧 那你得好好找找 要是丢的话还得重新换锁 放心吧 丢不了 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老爷 老爷 别说 爸 好 来 给收拾去 好嘞 你吃了吗 吃过了 刚参加完仲孙先生的宴会 我想跟您谈谈 我想跟您谈谈 乐乐 这是从哪儿来的 有人放在咱们家信箱里的 别说 画得还挺像的 您现在还开这种玩笑 你知道我今天一天心里有多堵吗 没这个必要 这都是共当分子干的小人把戏 别往心里去 我可不这么想 爸 您前些年不跟我说您要退休吗 您干吗不退休啊 您不说要找一个有山有水的世外桃源 去安度晚年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说现在这个地球上 还哪有安全的地方啊 室外桃源过去不存在 现在不存在 将来也不会存在 您知道我多担心吗 爸 您说现在这个地球上 爸 爸 不用担心 我这把老命不值钱了 多年前我跟你说过呀 这个枪和权力一样 这个东西是扛起来就放不下 特别是在乱世 你放下枪的时候 也就是你山穷水尽 走投不路的时候 有时候放下枪 就是放下生命 好好好 爸 您就算不为您自己着想 您为我跟苏苏着想 好吗 我真的不明白 您干嘛要跟着日本人走 他们在满洲国做了多少坏事啊 妈妈 我不是跟日本人走 我是跟皇帝比下走 满洲国人民要想得到独立 要想获得美好的生活 那眼下 就得付出一些代价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次进步 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就是世界啊 我们要获得永久的安宁和幸福 就得在这个时候 进行一些高压和非诚的手段 乱世重刑殿 这是仙人告诉我们的 那非得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性命 和民族尊严做代价吗 难了 你一个女孩子不要关心你理解不了的东西 这政治就是政治 你不要以为 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为所欲为 就可以不负责任 像汪精卫先生这样有远见 对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负有责任 敢于承担耻辱的人 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 咱们中国就是缺少这样的瑕士 您知道大家都怎么评价汪精卫吗 你别说了 我知道 那了 有些东西你不明白 你也不必要去明白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 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什么欧洲列强 最可怕的是 共产主义 那是一切灾难的跟医院吧 你不要听信愚蠢民众的传言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这些缺少理性的蠢猪们创造的 爸 日本人在兴山屠杀劳工 在平鼎山制造惨案 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都送入大牢中 甚至处于急刑 到了今天我们自己要吃自己种出来大米都是犯罪了 这就是您为之奋斗的政府吗 妈妈 这是战时 我们为了稳定局势 为了支援太平洋战争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 江中正先生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 把开花园口制造了黄饭区 淹死了上百万无辜的百姓 然后用所谓爱国抗日的折袖布把自己包裹起来 还栽赃日本军队 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是更无知吗 爸爸我 我就问您一句话 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 那了 你怎么这么放肆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苏春莱一辈子都是堂堂正正做人 没做过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说我是汉奸也罢 说我是走狗也罢 我都无所为之 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人 爸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有一天日本人垮台了 您怎么办 我跟苏苏怎么办 您想过没有 老老 说真的我不愿意连累你们 过些天我出钱给你们买一幢房子 你们搬出去过不 跟我在一起 确实不安全 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爸爸 那了 等战事平稳了一些 你们就去香港去东京吧 这也是为了诉说 爸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咱们全家人 都应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你 整个星球都在打仗啊 哪还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们还是搬走吧 离开我 会更安全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爸爸你甭想赶我走 我死都不离开这儿 爸 哪了 哪了 怎么了 生气了 温温都生气了 不是他惹我生气 是我惹他生气了 哪了不懂事 多凉啊 坐 坐吧 中村先生 好 我马上就到 好 厅里有重要事情 我得走了 多凉啊 多凉啊 你替我 照顾一下那了 上次火车爆炸 对他刺激很大 这段时间你多陪陪他 他心情不好 我知道 我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啊 对了 对了爸爸 改天您约一下中村先生了 他救了叔叔 还没感谢他呢 你工作这么忙 这些事情 就不用操心了 你没有必要和他们交个在一起 你的主意是医生 做好自己的事情 是医生的事 一定会尽量是 你怎么说 你怎么做的 她是医生的事 不是医生的事 也是医生的事 我怎么劝他呀 董梁 有件事我没跟你说 今天早上 我接到了一封恐吓信 什么 给爸爸的一封恐吓信 信在哪儿呢 把他们拿走了 那信上怎么说 让他小心 您身后的子弹 爸爸在这个位置上 一定得罪过不少人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要他一出门 我这心马上就悬起来 你说怎么办呀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上了贼船 你说能怎么办 firearms 没有 来 宋天啊 辛苦您了 真好 您好 这些天 我们对在押的犯人 进行了通宵大弹的审讯 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这么些年来 为什么我们对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 打击始终不利呢 就是因为 我们每一个重要的行动方案 刚一出台 这个方案同时就出现在了 共产党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当然 如果他们也有一张办公桌的话 在我们的内部 或者说 在接近我们内部的范围内 有一个带好血狼的共产党特工 一直在从事这地下胡同 再来 我们的家伙党领导人的 我们的家伙党领导人的 威兰党特工 我们的家伙党领导人的 我们的家伙党领导人的 他在习惯 在大优党领导人的 写党领导人的 宽党领导人的 这些地方 我们的家伙党领导人的 也会被与人的 宽党领导人的 我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关雪狼案件的所有情报 都要及时向我汇报 好的 我明日早上就召开紧急会议 另外 要外送内警 不要打草惊蛇 这个专案组享有特权 可以随时拘捕审查任何一个人 包括宪明队 也包括我们人 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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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啊 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信任 是啊 对了 特别一送的人员都专交了没有 还没有 定的是明天早上七点 为什么这么拖拖拉拉 是县命队没准备好 越快越好啊 这倒是些危险分子 免得夜长梦多 是 都站起来 站起来 许莫 到 周玉琴 到 胡可 到 张强 张强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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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怎么回事 我自己在尋询中 我没有负责 我没有时间去救我们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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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强那儿有信吗 还没有 警察把所有的监狱都抓满了 就连地下室也塞满了人 但愿张强能躲过这一局 不过我听说 抓进行的人没有一个人放出来 苏春莱这次下了狠茬了 到外的组织破坏得尤为严重 那儿的同志几乎全部被捕 这一笔笔血债都给苏春莱记着 总有清算的那天 这儿怎么样 安全吗 还好 昨天晚上这儿来了警察 这组领域所每家人都进去看了 就是没进这儿 有一个当警察厅长的老岳父就是有面 刘栋梁怎么样 还好 他这么帮我们 我们怎么报答他 他这个人 不需要报答 怎么样 手术顺利吗 怎么样 手术顺利吗 还行吧 不过今天真有点累了 那早点回去休息吧 对了 中村先生上次救了咱们家孩子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登门拜访一下 爸爸怎么说呢 爸爸怎么说呢 爸爸说不用了 可是我觉得咱们最好别失礼 毕竟他算是孩子的救命恩人嘛 也是啊 中村一直对我们家挺好的 这么多年来一直很关照爸爸 那厅里出了好几档事都是他摆平的 现在他从宪兵队长 升到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 以后爸爸有很多事还得靠他呢 不过说心里话 我真的不喜欢日本人 那这个星期天咱们请中村先生吃饭吧 你去跟爸爸说说 爸爸就是怕有巴结中村先生的意思 所以不想让咱们去 其实中村先生的伤害是我治的呢 去看看也没什么 行 你想想咱们能送他点什么礼物呢 这倒无所谓吧 不过是个新意嘛 好 你把那个家里的钥匙给我 我得给孩子取点东西 要是好像没带 要不 要不这样吧 待会下班我去取就行了 我早上看你放在包里呢 你哪找得着啊 孩子东西乱七八糟 还是我去吧 那好吧 那我等会儿找找包里有没有 你现在就去吧 我要去二院办事正好路过 你着什么急啊 实在不行咱们俩下班一块去 你最近怎么跟老太太一样 我能都叫好车了马上就过来了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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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Pablo 那我们来说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稍等一会儿 别跑慢点啊 别摔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真冷 今天是挺冷的 你东西拿了吗 拿了 好 钥匙呢 在楼上呢 不过你赶紧配一把呗 不然太不方便了 行 那我先上去了 来 再找我 再找我 帮我 酒 我 咬给我 咬给你 超好 Hunter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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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请了个日本厨师 让他做几个日本菜 请你们全家尝一尝 那太好了 正合我意啊 我做梦都想喝日本酱汤呢 真的 那太好了 苏先生怎么没来啊 最近他太累了 我们来就没跟他说 是啊 他最近也太辛苦了 我已经跟市长请示过了 嘉奖他 这次满招二号行动 全靠他了 是啊 要不然怎么会有 哈尔滨今天的和平繁荣呢 来 屋里请 来 请 叔叔 来 叔叔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点我永生难忘 不客气 遇到那种情况 谁都会那么做的 我也有个女儿啊 也是像她这样 一点点看着她长大的 我也有好几年没见到她了 所以 你一看见苏苏 我就想起我自己的女儿来了 这该死的战争 也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是啊 但愿和平能早日降临 我们这些小老伟姓啊 就想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 和平嘛 怎会会到来的 像汪精卫先生这样明知果敢的人 会越来越多 日本政府 也在逐步地压制 国内陆军中少政派的势力 也许有一年 大家会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对抗 对抗只能是两败俱伤的事情 明智的人 最终还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 这有可能吗 我总觉得这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按照美国人的性格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 倒也不一定 如果 日本的海上军事优势 能再保持它几年 或者再发动一场 像珍珠港战役这样大战役 也许就能把明智的美国人 给逼到他们庄来 军事上的事我不太懂 但愿吧 来 尤萨 来吧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能够聚会 我愿意成为你们一家的好朋友 尤萨 我有一个请求 如果你们同意 我想认苏苏为义女 苏苏的命都是您旧的 您有权利成为她的义父 是吧 难了 当然了 当然 太谢谢了 苏苏 快 我去亲近叔叔 苏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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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长 这是给你的 拿着 苏苏 嗯 按咱们中国人的习惯 你应该叫我干爸爸 你应该叫我干爸爸 痛快 每一点 可怒 吗 铭心 这个 从此一别 不再重逃 出发